身性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已經十七年沒有修法 為了落實身障者權力公約精神 衛福部日前預告身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包括要求機關雇主依身障者需求做出職務調整 針對環境、交通做出通用無障礙設計等等 不過對身障者次例生活相關條文卻是隻字未提 就引發了身障團體不滿 身性障礙者只是某部分失能 不代表喪失生活自主權利 但衛福部日前預告修正 身性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草案 卻對自立生活隻字未提 讓身障團體相當不滿 因為部分身障者只要彈性協助 就可以規劃自己想過的生活融入社區 因此呼籲草案因納入自立生活專章 並增加社區服務和個人助理人數 像今天突然下大雨 很多障礙者突然下大雨的時候 就沒有人幫忙拿傘或者是穿雨衣 那甚至淋雨的回去的時候 也需要有人幫忙換穿衣服等等的 如果沒有這樣的一些協助的話 也會感冒或者是有身體不適的問題 衛福部表示生存法已經十七年沒有修法 這次修法有五大方向 包括要求機關雇主依身障者 需要做出植物調整 針對環境交通做出通用無障礙設計 有禁於身障機構虐待事件 將對從業人員身份嚴加限制 另外也加重歧視身障者言論罰則 以及提升障礙者政策參與 自立生活我們母法上就已經有了 所以很多的其實是執行上的問題 所以在執法裡面處理就可以了 衛福部強調 場案預告期有三十天 將持續蒐集各界意見 以作為後續修正條文之參考 記者拉數米陳鴻義 泰報道